就是这个腼腆笑容迷倒大批粉丝 前民进党立委郑运鹏的儿子德德 因选前拜票一夕爆红 网络声量更是居高不下 就连韩媒也以迹象车引用 国会议员的儿子形容帅气德德 吸引影圈经济公司找上门 不过外传德德早在半年前 就曾在凯沃公司接受舞蹈培训 身为郑运鹏儿子的爸爸 在15号松口证时 目前我们只有上学计划 没有出道计划 让敲碗粉丝心碎一地 传出德德体验后 还是想以学业为重 但凯沃也不断释出善意 甚至找上德德的妈妈卡谈 过往郑运鹏上节目 现场call out儿子 父子俩的互动笑翻底下观众 虽然郑迦对儿子隐私相当保护 但德德还是开通IG账号 并且晒出毛衣写真照 吸引超过27万人点赞 除了想让关心德德的人 看见他的动态 也希望粉丝 不要过度挖掘他的个人生活 其实我有点吓一跳 就是选举最后一天 拍个纪念照 那没有想到大家那么喜欢他 谢谢你们 因为爸爸选举儿子意外爆红 今年17岁的德德虽然先以课业为重 但凭见浓眉大眼深邃五官一炮而红 德德后续发展也让德德咪高度期待 3D新闻时米奇徐道云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